欢迎回来 那我们接着来讲讲我们刚才接下期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第二章后台的一个新增跟编辑 新增跟编辑 那第一步的话我们先做我们的这个新增操作 新增操作 那我们还是在这个位置上来 在新窗口来操作 第一个我们打开ADD之后呢 这边会有个info 我们改成FAQinfo 因为刚才我们批量替换 导致我们这些有些用得上的东西也替换掉了 但没关系 这样子的话更反而更好 那这边会有我们权限 是需要我们的这个friend link friend link就是需要我们友情链接的一个权限 那我们这个权限的话 我是没有做 大家当作作业 当作作业来做 因为我上节课已经讲的算是比较明白了 比较明白了 正好这个作业呢 让大家去熟悉一下 更加往上我们现在的这个FAQ的这个功能模块 好 那我们来做我们这个ADD功能 ADD功能 第一步的话我们先找到link 好linkinfo对吧 linkinfo 然后再按F5刷新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叫做FAQinfo对吧 我们不需要扫描 不需要扫描 好搞定之后呢 我们来刷新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出来了一个新增问答的这么一个效果 新增问答的这么一个效果 好完成之后呢 那这边会有个friendlink我们需要把它改成我们的FAQ 对吧 点PHP吧 好我们改成FAQ.php 好完成之后的话我们这一边下面需要做一些调整 好需要做一些调整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问答的一个名称啊 那我们这边的提示就不需要了啊 我们不需要提示 不需要提示 然后linkin name改成 name就好了 然后下面会有我们的一个提示信息 我们就不需要了啊 改完之后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好问答名称对不对 问答名称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排序对吧 一个排序 然后这边如果说action等于add add的时候呢需要上传我们的这一些东西啊 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啊 我们不需要这两个东西把它去掉啊 去掉 然后这边有submit然后有reset ict linkid 好linkid改成faqid啊 然后这边会有检查表当输入的好 等会我们再来改啊 等会我们再来改 好那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一个东西啊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内容对吧 好第一个叫做标题 第二个叫内容对不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排序 我们只需要这么几个就可以了 好内容这边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编辑器啊 需要一个编辑器对吧 那编辑器怎么来做呢 我们也是参考啊 也是参考参考哪里呢 我们的文章啊 文章系统用的是编辑器的 我们把这个arc article info把这个给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找到这边有一个fck editor对吧 fck我们把fck呢复制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效果啊 现在应该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对吧 好没有任何效果 然后呢我们打开后台这一个 arc啊 arc 这个我们打开文章处理的这个东西 然后 查找到这个东西啊 查找到这个东西 这边有一个add的时候 有个创建editor对不对 我们把创建editor的这个东西呢 copy一下 然后放到我们的fqinf 呃不对应该是放到faq里面啊 我们呢也需要在这个地方 add这个地方呢 创建一个faq啊 不是一个fck好 创建一个fck 然后看一下下面 好没有没有东西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啊 因为我们有使用fck 所以需要把我们fck的这个东西给引入进来 好引入进来 我们呢也是把这个放到我们的这个位置上就可以了 好放进来 对吧 刷新 好 这时候我们就为我们的这一个添加新问答的啊 这一个功能呢 增加了一个啊 编辑器 对吧 然后这边会有一点点丑的感觉啊 一点点丑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修一下这东西啊 算了吧 那就这样子啊 这是第一步 对不对 第一步 然后我们提交啊 我们提交 提交到哪里呢 提交的时候是提交到我们的 这一个query不是 add肯定也不是 对不对 提交到我们的insert啊 就是提交到这边来 对不对 好 提交的时候呢 我们 打印dollarpost一下 因为我们是用post的提交 好 我们直接这样子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好 刷新一下 然后这边标题对吧 标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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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啊 这边会 有个表当检查的东西啊 表当检查的东西 我们 到这个地方来 requery net 好 我们只需要这样子就可以了 不需要那么多操作 标题 有这么多标题啊 好 那到这一个地方的话 就是到我们insert操作的这一个步骤的话 就打印出来我们dollarpost这些数据啊 那这是第一个啊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步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我们post过来的数据呢 插入到我们的这一个数据表当中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去掉下 然后logo我们是logo 我们是没有的啊 然后这个是排序 这个是名称 都是有的啊 那名称的话 我们最长的长度是限制250个啊 那我们也限制250个嘛 然后这边是查看链接 这些是否有重复啊 是否有重复 好吧 我们也这样子做吧 也这样子做 好 然后 第二步的话是处理上上场图片 我们没有上场图片的东西啊 这个也没有 如果说logo为空 那还是为空 对不对 这个是URL 我们都没有对吧 都没有 好 到这一边的话 他就来抄 呃 我们记录一个数据的哈 记录一个数据了 好 这边下面的话 会记录管理员的一个操作日志哈 操作日志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呃 可以叫做 FAQ 对吧 其他就先不管了啊 就直接 这样子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只需要做这一个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叫做空腾特 对不对 IDD 他 VIW S 总共就这么五个字段就可以了 对不对 五个字段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操作呢 Dollars 空腾特呢 等于我们的什么 我们参考一下 这一个 insert 好 在这一边 我们的这一个 content 因为我们content是用 呃 啊 在这 对吧 content 好 content的话 是用我们fckedit 这个名称来命名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边 也需要用这个 Dollars f fck1 来做 好 add time 就是我们的发布时间呢 会等于 当前的一个时间 对不对 然后Dollars VIW S 等于0 对吧 我们默认 访问量肯定为0吧 第一次 对不对 或者是等于1吧 我们一进来就让它有一个访问量 对不对 好 这边是我们的content 然后这个地方是add 他 然后再加一个 Dollars VIWS 好 然后就进来进来进来 对吧 好 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插入应该是可以的 好 来刷新 然后我们返回 友情链接列表 返回友情链接列表 那这个是错误的 我们需要改哪里呢 改这一个 返回友情链接列表 有情链接改成在 在线问答 好 那现在这边是标题2 我们漏了一个标题1 我们把标题1 好 我们叫做 还是叫标题2 因为我们刚才做了一个名称存在 所以它会提示我们什么东西呀 啥都没提示是吧 啥都没提示的话 我们需要做一个操作 做一个操作 好 这是名称已经存在的 这一个 我们再打开FAQ啊 刚才出了什么问题 我也不知道 完蛋了 这是什么节奏啊 刚才我们改到哪里了 哪里了 搜一下我们insert 在这个位置对吧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名称存在 好 我们到这边查看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一个去掉就可以了 确定 好 此问答名称已经存在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标题2 标题2 标题2 这么多标题2 点击确定 好 返回 列表 好 那我们新增就可以了 新增就可以了 对吧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剩下我们的这一个编辑操作 编辑操作 那我们点击编辑操作呢 在这个地方 这边肯定是错的 它跳到Friendlink里面了 对不对 我们需要找到list 找到list之后呢 在我们的 这个地方对不对 Friendlink呢 改成FAQ 替换一下 替换一下对吧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返回我们的这一边 刷新 应该是返回这边 刷新 点击编辑 这边会提示我们 什么URL不存在 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个修改 在我们的哪里呢 因为我是editor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FAQ ID 我关掉了啊 打开 编辑的时候到这边哈 然后他会查找我们的这一些信息 LOGO我们是没有的 LOGO没有 好 这边是我们的字符 Tran 好 LOGO 好 然后我们来刷新看一下效果 然后我们这一边点击编辑的时候 这个id也不见哈 点击编辑的时候 id也不见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再改一下 那link.id的话叫做faqid才对哈 因为我们的名字叫做faqid 好 再来看一下效果 刷新编辑 好 这边提示我们list postfaqid 可不存在哈 那就是这个不存在 这个不存在 我们看一下 他原来的这个friendlink 写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friendlink 没有这东西呀 我记得我们是copy 好吧 没有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也搜一下他的edit 它是list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的 我们把这个给搜一下 然后搜不到的话 我们到后台的这一个 admin下面去搜 好去搜 然后前面加个on 对不对 function 然后最后两个字是on 所以我们on点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好打开之后呢 这边会有个blahblahblah等于1 我们也用这个吧 不知道它干什么作用的 不知道它干什么作用的话 没关系 我们直接复制回器 因为我们也用不上 对不对 好 刷新之后呢 啥东西没有 啥东西没有 我们这边叫faq 关机加装器了 对吧 刷新 好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出来了 我们的这一个东西 出来了我们这个东西 那还有一个步骤 我们也要参考这一边 参考这一边 edit这边要创建我们的文章 创建一个东西 这个呢 叫做arr content 对不对 好 faqinfo里面 我们看一下 faqinfo里面 我们是用linkarr 对不对 linkarr我们 给替换一下 替换成arr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被替换成 我们的arr了 所以说也要用arr来做 刷新 好 那我们这一个标题2 标题2就出来了 假设我们标题2太多 我们需要改成标题3 这边来一排3 看一下能不能修改 这边502 好 提交的时候 我们提交到是哪里呢 我们提交的话 是提交到我们的update 对不对 那就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边的话 也需要做一些操作 首先呢 logo我们是没有的 去掉logo ur也没有 对吧 然后我们有的话 就是dollar content 对吧 dollar post 这边的话大家可以做一些操作 我就不做什么操作了 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删除 faq content的话 等于dollar content 那我们logo没有就没有了 faq id等于id 记录我们的faq faq list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刷新 好 提示我们呢 near 502fid等于4 好 我们看一下set标题等于3 cunt ant呢 等于空 啊 漏了一个东西啊 漏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漏了一个 这个 逗号啊 刷新 也是提示我们 叉叉叉叉不存在啊 叉叉叉不存在 我们 List 我们刚才不是也有一到一个吧 我们ListLink 好刷新 操作成功对不对 我们返回在线 它变成标题档了对不对 那下面这一排 一排档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content是叫做 这个FCK1才对 我们刚才或许错了 所以导致我们信息不存在了 那我们现在再数一排标题档 然后再数一排档点击编辑确定 标题档对吧 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编辑也就成功了 对吧编辑也就成功了 好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后台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新增跟编辑的一个操作 新增跟编辑的一个操作 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来看一下 在线问答 对不对 新增有了吧 好来一个标题四 好标题四了吧 那编辑有了吧 编辑我们这边改成三三三三三 这么多三 什么情况 255 好我们 255的情况是因为我们这一个数据 只有最大只只能保留三位 最大只能保留三位 好那就是255比255更小 我们就222吧 对吧 点击确定 好222有了 对吧 那我们新增跟编辑也成功了 新增跟编辑也成功了 那我们这节课呢就讲到这边 好讲到这边 谢谢 我们再试发您这 uste的